大家好,我叫小柔,我是越南留学生,现在我在都北大学读博士研究生,今天我们来聊宁博物馆打卡,今天刚好也是中秋节,可以说中秋节是中国传统的节日,也是一个团圆节,那今天这里有很多体验的活动,我们来一起体验一下吧。 这是月饼啊,还有这是什么呢,樽花式旅途,这月饼是叶如味,好可爱啊。 今天晚上呢,我们还可以跟家人一起吃那个月饼,而且这个月饼不仅还是寥博的一个文物,所以特别有意义。 今天来聊宁博物馆打卡,收获很大,不仅仅了解到辽宁中国文化的历史,还能参加体验很多活动,做月饼,还有做那个花灯,感觉这些活动都是很有意思,很有意义。 最后呢,就祝大家和家人终究协快乐,团圆美满。